同学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我们第四阶段 进阶实验的学习 在我们的进阶实验 我们会学习我们这个MCU 更多高阶的一些应用和它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还将会学习一些外设 比如一些传感器 存储器 它的一些使用 以及我们这个编程的一些方法 好 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第四阶段的第九课 在第九课呢 我们将学习我们的第一个传感器 也就是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DHT11 好 在这个第九课里面呢 主要想给大家讲解两个小节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DHT11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然后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DHT11实验代码的分析 以及演示 好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我们第一个小节的讲解 在第一个小节呢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这个实验课程的这个内容来讲 首先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需求 以及实验目的 然后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必知会的第七个课程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外设的硬件的接口 以及我们如何去看我们的这个实讯图 最后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DHT11对DHT11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我们首先开始我们这个实验需求以及实验目的的讲解 好我们通过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实验呢 我们的需求主要是以下这个两点 首先呢我们要使用这个单种线接口 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采集的温度以及湿度数据 然后呢就要通过我们这个串口把这个温湿度数据呢 打印到PC上 通过这个串口助手呢 来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数据 然后我们要求呢 是 好 我们一秒钟 打印数据 一秒钟打印数据 这个就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实验呢 我们要学习以下五个小点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DHT11的内部的组成功能 以及工作原理 然后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常见的外设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接口 外设的硬件接口 然后呢我们还要学会看我们这个信号的一个时序图 接着呢我们要学会利用我们这个GPU操作的这个CMSS酷含数 对我们这个DHT11进行一个编程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DH11访问的的整个的一个时序图 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学会通过我们这个开发板下载并调试我们以上编程的代码 好下面呢给大家讲解我们第二个知识点内容 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币智慧的第七个小课 常见的硬件接口以及时序图的学习 好实际上什么叫硬件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好给大家大概画一下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MCU 或者是一个CPU 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外设 这个外设呢它有可能是一个传感器 也有可能呢是一个显示屏 还有可能呢是一个存储设备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MCU想去访问这个外设 想去设置这个外设的一些参数 或者是呢想去读取这个外设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MCU和这个外设连接的这个接口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我们常见的一些硬件接口 好硬件接口这个就是硬件接口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编程中 我们都会一般会接触到哪些硬件接口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最简单的呢就是单总线接口 所谓单总线接口呢实际上 它这个接口呢它只有一根线 我们把它叫做数据线 就一根数据线 通过这个数据线呢 我们这个MCU 我们这个MCU 与我们的这个外设 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交互 我们具体的使用的这个单总线的方法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因为我们这个DHT11啊 它就是采用的单单总线的这个接口 因此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重点讲解我们这个单总线的一个编程 好接着呢就是SPI接口 相对于我们这个单总线接口呢 这个SPI接口呢 它更加的复杂 实际上SPI接口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串型外围接口的一个全称 一个简写 好那么这个SPI接口 它是用哪些控制信号组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还是我们这个MCU 好然后这是一个外设 然后它们之间呢 是通过SPI接口相连的 好然后呢 实际上主要有这四根信号线 它们之间有四根信号线 好第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时钟 它们的时钟我们来看CLK 然后呢就是它们的一个主器件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输出 我们把它叫做MOSI 好如果我们这个MCU它是主设备呢 那么我们的MCU就是一个主器件 它会发起我们的传输的一个请求 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主器件的一个数据的输入 把它叫做MISO 最后呢就是一个我们重建的一个使能 就比如说我们想通过这个MCU防御这个外设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使能信号 把它叫做NSS 通过这个使能信号 把这个外设使能 好让它工作 这个时候呢才能通过我们这个MOSI MISO以及我们的CLK配合 来对这个数据呢外设的数据呢进行一个传输 进行读写 以及对外设进行一个设置 好我们这个具体我们这个SPI呢会在我们后面的课程进行一个讲解 接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iPhone C接口 实际上iPhone C接口呢 它是由我们的菲利普公司开发的 相对于我们这个SPI接口呢 iPhone C接口呢 它要更加简单一些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画一下看一下啊 首先还是MCU以及我们这个外设 好这是外设随便画一下 实际上呢 它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进行一个工作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总线 我们把它叫做SDA 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时钟线叫SCL 好我们通过这个SDA和SCL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MCU对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数据的读写 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iPhone C接口呢 也是分为主和虫两个设备 我们如果是MCU主动去对我们的外设的数据呢 进行读写 那么我们这个MCU呢 它就是一个主设备 那么我们这个外设呢 它就是一个虫设备 好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啊 然后我们这个iPhone C接口呢 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课程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好接着呢就是我们这个UART接口 实际上这个接口呢给大家之前讲穿口的时候呢 已经讲过了 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GPRS啊 GPRS或者是我们的一个GPS 好在我们的这些外设里面呢 实际上大多数都是直接使用的我们这个UART接口 也就是我们的串行接口 好这个UART接口呢 这里面不给大家多讲 实际上就是三根数据线 主要用到的呢 就是一个收 发 还有D 好我们最常用的呢 使用的是三根 实际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控制信号 那一般呢 我们只在一些特殊的工业场合才会用到 好 接着呢就是并行接口 并接口呢 这个其实 这个接口呢 它的概念就比较广泛了 它主要可以 给大家举些例子啊 主要就是一些 LCD液晶的一些连接 它可以采用冰口 这个冰口呢 把它叫做RGB接口 好这是比较传统的 我们把它叫做RGB接口 然后还有一些呢 我们把它叫做 插分信号接口 插分信号接口 这些呢都是 多根数据线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比如说我们RGB 我们可以有8位 16位 18位 以及24位 这个数据的线数呢 是非常多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 并口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访问 比如说我们访问SRAM 就是我们一些 存储器的一些接口 它主要就是 很多组的 一组的数据线 数据总线 好我们把它叫做DATE 这个数据总线呢 也是有很多位的 也有8位 16位 32位 还有一些地址总线 我们把这些总线呢 也可以称为 我们的这个并行接口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何来看 我们这个信号的一个时序图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信号的时序图 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信号的 定义 或者是我们这个信号的意义 就每个 产生时序的这个信号 信号的 一个定义 代表 这个信号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还要搞清楚我们这个信号的 它的一个 是高有效 还是低有效 信号是高有效 还是低有效 还有一点呢 要搞清楚 我们这个信号 假设我们是一个 读取数据的一个信号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 是在我们这个时钟的 哪个言采样 也就是我们这个采样的一个时机 这个信号 采样的时机 好 首先呢 就要搞清楚 这三个意思 这三个意思 然后呢 搞清楚这三个意思以后呢 那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这个 具体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时机图 好 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这个单种线的例子 然后再给大家举一个我们 这个iPhone C的例子 好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DHT11的一个数据手册 好 在这个数据手册里面呢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3.2这个小节啊 好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是一个单种线的一个数据的一个 复位和响应的一个时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序 首先呢 因为它是单种线 其实实际上呢 好 它这个信号呢 就只有一个数据总线 只有一根数据线啊 不是数据总线 只有一根数据线 好 那么我们就只来看这个数据线的一个信号 我们如何来看它的一个时序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高低电频啊 好 这个低呢 就是我们这个低的一个电频 那么高呢 就是我们这个电源VCC的一个电频 好 把这个高低电频要搞清楚时序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这个主机啊 它就告诉我们 这个主机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MCU啊 主机就是我们MCU 那么我们MCU呢 就要把这个数据信号拉低18个毫秒 好 这个拉低18毫秒 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啊 然后我们再看 接着呢 我们就主机要拉高 这个数据信号 把它拉高20到40个微秒 好 大家有一点特别要注意 所以就这个时间啊 我们编程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时序图的要求 对这个时间来进行操作 就是拉高和拉低的时间来进行操作 好 如果你操作的不对 有可能你程序编出来是对的 但是它可能是不稳定的 也有可能你这个程序编出来呢 它就是错的 根本读不到数据 所以说呢 对这个时间啊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黑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主机输出的一个信号 就是MCU输出的一个信号啊 我们把它叫做out 然后大家再来看这个灰的部分啊 就是我们主机输出了这个信号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灰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DHT11的一个响应 DHT11的一个响应 那么对于我们主机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一些输入信号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in 像就是一输入信号 那么我们就是要去读取这些输入信号 来判断我们这个DHT11这个响应是否正确 然后呢 如果我们读取到一个40到50微秒的一个低 然后呢 又读取到一个40到50微秒的一个高 然后后面呢 就开始 就说明我们这个DHT11呢 它是存在的 而且呢 它是正常工作的 那么我们后面读取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数据 好 我们这个时序图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就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时序的这个信号的一个定义 它是一个数据信号 然后呢 搞清楚高低电频 接着呢 对于每个低或者高的一个时间 以及它们代表的一个意义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比如我们这个D就是一个DHT11的一个响应的一个信号 好 对于我们后续这个DHT11的读取数据呢 我们后续会给大家再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iPhone C 我们看一下两根信号 我们是如何来看这个时序图的 好 这是一个ATR4402 是一个存储芯片 好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是一个iPhone C接口的 iPhone C接口刚才给大家讲的实际上是 一个SCL 然后呢 是一个SDA 一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呢 它可以用作输入 也可以用作输出 就要看一个具体的对这个IO的一个配置 好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呢 实际上就看到它是三个信号 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信号 因为我们这个SDA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根信号 具体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SDA呢 实际上就是一根信号 只是说呢 我可以把它用作输入 也可以用作输出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时序 好 首先呢 我们看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我们每个信号的一个意义 首先我们这个SCL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钟 然后我们这个SDA 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输入 数据的一个印 好 SDAout呢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out 好 好 搞清楚它们的定义以后呢 我们就来去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时序图 好 我们要看这个时序图呢 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这个每一段时间的这个定义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 先让大家看这个ACL啊 这个时钟 这个TSU-STA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有 有一个表格 好 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个表格 在这儿 好 TSU-STA 好 就是一个起始的一个设置时间 好 关于这些时间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iPhone C 这个通信协议呢 就比较相关了 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在我们后续的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对这个iPhone C的这个 持续呢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大家搞清楚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看时序图的时候 就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这一段时间 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然后这些意思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数据手册里面呢 它都会给我们定义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数据手册 我们要看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要着重去看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比如我们这个写时序啊 这个SSL的一个写时序 好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时序图 好 我们要参考我们的这个写时序的这个文档 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查看 写操作一个文档 进行具体的查看 好 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讲解 在后续的小节呢 会给大家对这个iPhone C的这个协议呢 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讲解 好 我们学会了如何看时序图呢 我们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DHT11这个芯片 好 我们直接来看我们这个DHT11的这个数据手册啊 好 我们这个数据手册呢 我就已经打开了 好 好 这个数据手册呢 就讲的比较详细 而且呢是中文版的 大家应该看的肯定没什么问题 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DHT11它内部的一个组成 实际上呢 这个DHT11它内部呢 就是一个单片机 好 看它内部就是一个MCU 这个MCU呢很简单 它的内部还连接了一个 我们把它测温单元 我们剪辑成一个T Temperature 测温单元 然后呢还连接了一个测量湿度的一个 一个测湿单元 我们把它剪辑成一个H 测量湿度的一个单元 好 它的整个的一个组成呢 就是这样的 它的工作原理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测温单元 这个测温单元呢 相当于是一个模拟数据到数据 到数字数据的一个转换器 好 通过这个测温单元呢 测到温度以后呢 把这个传输给这个MCU 这个MCU呢 对这个模拟数据呢 进行采样以后呢 得到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温度 然后呢 测试单元呢 通过这个电阻式的测试单元呢 测到湿度信息以后呢 它这个组织呢 就会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这个MCU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AD转换器 那么把这个湿度呢 转换成我们的数字信号 最后呢 它通过这个MCU 通过我们的数字接口 也就是我们的单总线接口 把它这个数据呢 也就是一个40bit的一个数据 40bit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这个数据呢 就包含了温度 还有湿度的信息 好 就通过我们这个单总线接口呢 传输出来 然后我们外接的 我们这个主MCU呢 就可以去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些读取的操作 好 它的整个组成 以及工作原理呢 就这样子的 然后同学们呢 可以下来把这个 它的一个特性和性能指标 好好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它的这个电源里图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它是由四个管角组成的 一个它需要供电 需要一个电源 然后需要一个输出信号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单总线 这个输出信号呢 实际上就是单总线信号 我们就通过这一 根线呢 就可以读取我们的数据 好 然后还有一个角没有接 最后呢 是一个D 好 然后这儿 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DHT11 是如何与我们的单片机相连的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VCC和D 就连接我们这个单片机的供电部分 然后呢 DOUT就连接我们单片机的IO口 连接我们单片机的这个主机的IO口 然后这儿给大家说了一下 如果为了提高稳定性呢 可以在数据端和电源之间接一个4.7K的上下电阻 这样呢 我们采样的数据呢 就不会产生一个较大的一个抖动 好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DHT11的一个数据结构 好 这个数据结构呢 在我们下一个小节 我们这个编程的这个讲解里面呢 会给大家具体的进行一个讲解 好 传输时序 这个呢 我们在下一个小节 给大家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 同学们可以下来呢 先看一下 如果看不起 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我们就在下一个小节 我们讲解的过程中来解决 好 这是他的 都是他的时序 好 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 好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代码 这个是用一个 应该是511单片机写的一个代码 一个 好 这些呢 我们 我们大概过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这个DHT11呢 就给大家 他的一个数据手册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希望大家下来呢 把这个数据手册呢 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个小节呢 就将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这个DHT11实验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以及分析 和它的一个演示 好 今天这个小节呢 就到这 谢谢大家 好